极圖 所以回到剛剛拉苏的金柱 拉苏這根金柱之後呢 稍微有很重要的觀念是什么呢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一般半老體在使用的晶圓 基本上不會使用唇的 细晶圆 也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在使用细晶圆的时候 晶圆本身就已经含有 相照过 也就是各位在去买细晶圆的时候呢 已经有分 这是N型 N-type的细晶圆 或是P-type细晶圆 参长的度是10的15次方 10的16次方 还是10的18次方 甚至更高 也就是什么呢 在融融的细 里面呢 已经将参杂物放进去了 已经下了药了 就这样子 它已经将参杂物放进去了 所以整个拉出来的细晶圆 它已经是N-type 或者是P-type的细晶圆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基本上 目前几乎都没有在拉 纯的细晶圆 也就是都是拉 已经有参杂物的细晶圆 因为在半道理使用上 一般买来就希望 直接买是N型的 或是P型的使用 而用量最高的 就是你制作 B-type 晒晶圆 而言绝大部分 才能都是P型的 P-type的细晶圆 细晶圆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它不会告诉你参杂值是多少 它告诉你什么呢 组值是多少 因为金柱拉完之后呢 它去探测 这根金柱的导片是什么样 告诉你这根金柱的表面变组是多少 而各位可以查表面变组值 可以查到 它的单位阶级的参量 不是多少 是可以查得到的 所以一般买细晶圆的时候呢 除了尺寸 除了片数 除了掺杂种类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电阻值 晶圆的电阻值 其实就代表了它的掺杂能夺 所以掺杂能夺在晶圆买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掺杂了 就已经有掺杂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要比较重要 心静法是一种 另外就是佛林众的方法 佛林众是什么呢 是指我有一个金种 然后呢 我有一个不纯的 有一个很纯 但是金额排便不好的戏棒 也就是我体验出来的可能 那个纯度很高的戏 但它不是结晶戏 你只把它塑形成为一个柱状体 然后将这个柱状体呢 跟我的锡金种 结在一起 也就是锡金种 还是要存在 那刚刚锡金额法是用融解 融化的融融系嘛 那佛林众是用什么方法呢 是将原来这些锡 不用把它融解 它把它先做成一个柱状体 然后就像木炭一样 把木炭推去 压起在一起 压缩的一个固体后 然后呢 把金种跟其中 这一朵毫无倾向 毫无规则系 排列的高纯度的锡 固体 接在一起之后呢 加热线圈开始加热 从哪里加热呢 从锡金种跟多金锡 也就是排列不好的锡 这边加热 加热之后就会让靠近金种这边 排列不好的锡 高温变成一个半融解状态 做出来是两个人 让靠近金种的锡原子 一样有点部分融解 可以移动的去跟 金种的锡做对接做排序正确 大家做移动 给它热的让它可以移动 也就是局部的融融状态 局部的融融状态跟单级的机械面 这里局部的融融状态就会让多金锡 变成融解 融解后能跟单金锡接触的地方 又会形成单金 然后再加热的线圈往上 然后聚了却下来 马上就变成单金锡了 就这样子 所以它等于是慢慢的加热圈 慢慢的移动 慢慢的移动 每移动的过程中就是加热局部的锡机梆 而加热锡机梆就有什么固体 永远变得融融状态 融融状态再去跟下面的单金锡 产生间级的排列 变成它所要的筋面 然后这样子椅子上去 这就是佛罗廷咒 这就是佛罗廷咒的方法 佛罗廷咒基本上花费比较贵 但是它的纯度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佛罗廷咒有看到它不需要旁边有干锅 因为你前面的心理方法就掉起来 你毕竟是在干锅 将干锅升温到超过1400路溪 溶解这个心 所以你有干锅去装这个东西 你有一个很大的气聚来装这个东西 气聚本身可能会有污染物 吸出啊 可能会有渣子 跑进去啊 所以呢 因为它有东西会跟这个心接触 所以它比较容易可能会产生污染 但是佛罗廷咒能完全不接触外来施 完全不需要外面的家庭去接触它 所以它的纯度会比较高 它的渣子会比较少 但是比较昂贵 而且它没有办法做体积比较大 它没办法做大面积的经元 所以现在8吋以上没有在用过程中 所以它就想 所以加二线的佛罗廷咒 一样是使用融融化 它是将多精细的底部融化 然后呢 青种呢 放到主机融化的地方 让这个融体 就是融化掉的细 跟青种接在一起 然后产生渐渐慢慢形成 我们要的精细结构 形成与青种相似的精细结构 这样子上去 所以只要加二线是一体胎 就冷却了 一冷却它就形成固体了 就变成单地固体了 所以佛林众的方法是污染无地 而且它不需要整个全部融解 所以一样是看来很重要 但是缺点是融解跟健面 跟精细的界面很复杂 你会很难得到有插牌的精细 因为你必须只是趋不融解 而趋不融解的时候 你就是整块融解 那你是否可以整个排的很好 不一定 基本上这个方法 现在我们要用 接着到小型的精细的蓝 我们现在得到的精细 得到的精细怎么做呢 就要像买一颗冬瓜 切头切尾 先把头尾规则的形状塌掉 那卡掉了这个心细怎么办 丢热热红 表网 整根筋柱都是纯度很高的细 你被卡掉的地方 还可以再拿回去重新再融解 对不对 还可以重新再融解 不要浪费 好 不要再浪费 所以头尾 两端的头尾的形状已经 变成尖端的地方 就是不圆的地方 阶段 阶段之后呢 接着就是你的筋棒 你的筋棒 我给大家看到 这个筋棒看起来 是装什么样 因为它是旋转不外的 你可以看到 它就很像有绵纹 有一个圈圈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有粗细粗细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像有一圈一圈的纹路 有发现高 也就是说 你转出来的筋柱 它不是 它的直径不是非常的单一 有的地方快点 有的地方瘦一点 难免吗 难免 所以首先要先怎样呢 将最外侧的这个筋边 就是最外侧的筋边 你要先把它 削底 单一化把它削成 四方拉 所以 首先我们对金柱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金柱的两边签料 第二个什么呢 呃 沟槽跟平偏 过缺口 这是同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一般金元买来 早期啊 早期的金元 应该这样讲 有几个问题 首先 第一个 金元 在我们制造过程中 绝对不会是一个完整的缘 完整的缘很难用 为什么呢 因为 近一天在制造的时候呢 需要等多层结构 等多层图案 不断的叠加在一起 我简单的来一下 假设今天 我副光 我要副这个方形 好 我第一个图案 长这个形状 而我第二个图案 如果要长这个形状 那是这样对得很准 对不对 可是 今天我在对第二个形状的时候 我第一个形状 对上去的人 怎样 但是它是缘吗 你在做的过程中 它可能 在其他阵子 在洗的时候 清洗的时候 过运动的时候 它可能会抓到 那下一步 要拉去对准的时候 请问 它是有可能排成这个样子 也有可能排成这样子 你怎么知道 它要转到哪一面 再去过对准 你总是要将整个圆 固定一个方向 要固定一个方向 要固定一个方向 所以通常 整个细晶圆做出来之后 要固定一个方向 首先你就要有一个 对准的 基准点 对准的基准点 对准的基准点 所以你就会希望有一个 气号 这个气号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一个nuch 就是一个小凹槽 也可以是什么呢 一个小平边 也可以是一个小平边 总之 你就是要到处机台 你的weaver要 避震排阵的时候 你总是要有一个地方 到处人家 哪里是对准的 因为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圆 你根本不晓得 什么叫做对准嘛 对不对 因为它一直转移 看不出来 你根本看不出来 哪个地方叫做正 哪个地方叫做外 对不对 所以通常都会磕个记号 在晶圆还小的时候 那时候会磕平边 而且这个磕平边 大家觉得有意思喔 怎样有意思呢 如果刚才前面讲过 晶圆本身有磕N-type 就是参杂的五元素 或者是P-type晶圆 参杂的三五元素 在早期你拿到晶圆 有时候你不晓得 它是N型还是P型 至少它很接细的 会告诉你什么呢 它会做两个切边 会有一个小切边 一个大切边 小切边跟大切边 平行的就是 呃 举例啦 那小切边跟大切边 垂直的 小切边跟大切边垂直的 这就是P 所以它还有标示的作用 标示的作用 它有标示的作用 所以这个潮工 或是到处平边 或者是某一个小缺口 都是为了要标示一些 资讯给对吧 但是现在就要12寸 晶圆寸五寸进 跟晶圆都很小 你不小心一个很切面 切掉太多 但是我这样一切 哇 这里的晶圆 这里就不能用了 所以通常现在就不喜欢 使用切片的 因为切片就浪费材料 所以在8寸上 12寸都使用 勾扫 纳裙 都使用纳裙带的方向 还有一个很重要 即使是同一个面 假设是100的面 这个方向 跟45度的方向 这两个方向的原子之间的间距 原子跟原子之间的间距 是不一样的 代表什么呢 电子这样子跑 跟这样子跑 它的速度是不同的 所以即使是 微波拿来了 你牵纳裙这个地方 代表在曝光的时候 就是以这样子 这样子的方向 垂直方向 微填纳裙 转45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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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在曝光的时候呢 诶 转45度角曝光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 一定是从这个方向 或是这个方向 它们是不同方向的非问题 所以切片同时 告诉你这个面是什么面 这真的太不开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指定了晶圆的方向 就是纳裙的指的这个方向 或是跟它90度这个方向 是什么方向 它可能是100方向 也可能是100方向 如果各位不太了解 有关心 只要知道 其实是同一个表面 同一个表面 这样子 片子这样子走 跟这样子走 速度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是 这样子走 跟它的90度方向走 是一样的 就是 或是走走 所有工作方向 连持的速度是同的 可是如果是转45度的话 是不同的 那我怎么控制 通道方向呢 光照图形档的一样 你只能靠纳裙方向 我纳裙方向 我纳裙方向固定 歪一个45度角 我做到近台湾的时候 它叫纳裙对齐的时候 它自然不会歪45度 那你一样真的 固下去的时候 对于 这个机缘而言 固的是这个方向 对于这个机缘而言 固了这个方向 实际上就是 这个45度角的方向 这里可能就是10的方向 比如说 这个是 100的方向 这是可能 100的方向 就如此类 我过一张 那你转四四五角 我就可以让 它转向 撸下去的时候 它就转向 100的方向 这谁告诉各位 使用 好 所以 转回画面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可能会 切一个鞋边 也可能会使用 一个小Nash 变成这样 这样的方向 才会去切片 切成一片一片的 实际圆 所以 这側边会是切除 或是研磨 所以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实际案例 比如说 像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这么小的时候是切鞋 切鞋 大切鞋 可是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不是切鞋了 已经是一个小Nash 只是这张主 看不看得出来 我们找一下 切鞋很明显 切鞋看得出来 通常呢 每一天竞争斗 它无意无畏的身份偏 就好像 又会不会有身份偏 在通常里面 管理每一天竞争 每一天竞争 每一天竞争 都是无意无二的 因为它的知识 可能都不看一下 为了不告问 都会有它的代号在上面 它的切鞋要的一个刻号 这个刻号就是它的终身代 这天竞争的终身代 它会刻号 Nash这个地方 这里也会刻号 我找一个Nash 一些点和一片 这里有个小凹痕 有没有看到 小大群 有一个小小凹痕 小小的凹痕 总是要告诉其他 要转到哪里 还是终于拂 在去做微音化的时候 我们总是要将轻软 转到一个正的位置 只是什么叫做正 它是认证的 它是认证的 你如果让认识外转的进去 让它慢慢走 走半天 所以其他的起台都会先转到 靠这个哪里 转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转正之后再送到 起台端的面区 在台湾刚刚所讲的 晶圆的直径 这是直径 直径越大 厚度会越厚 要增强它的机械性质 刚才讲过 如果很大片 但是因为很薄 很容易 不小心一抹就 一抹就破掉 要越大片的胶要越厚 所以你会看到 12吋晶圆厚度是775mgm 8吋是725mg 6吋是675mg 4吋是525mg 所以大概就是 500 700到800左右 而 刚刚讲过 晶圆这么厚 我们真正在半导体制程中 电机不会使用到的地方 只有在表面不到1mgm厚度 所以是 非常小 大概 大概是 2%而已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它的面积 面积 大家知道 半导体 直径除以二 乘上圆周围的地方 开达的地方 就是面积 好 重量 哇 一片 这只是一片 一片 一片 127.62克 一哈 1合25片 乘上率 是多少 好 马之后 我拿到海洋 3190克 就是3.2公斤 所以你看 一核晶圆 三公斤重 一核晶圆 而且这上面还没有做任何处理 还没有添加热的东西 好 所以 整个金柱 首先对金柱本身先磕凹槽 对着 整个金柱先对着同一个凹槽 磕下去之后 接着再把它 怎样呢 将整个金棒的 最后一刻 要开始去切点 使用圆月弯刀 一个刀 这是一个切割金 这里是刀片 刀片的地方 大家有过去吃火锅的时候看到人家切猪肉片 有没有 拿一个很大的猪肉块 有没有 在切割地上面 叮叮叮叮叮 这样割一片割一片 然后割一片下来就是一个肉片 然后一定要这样子对着一下 我看起来很高 再对着 端上来的时候都发了对着的经过 微微是一根金柱下去切切切切切切 所以切 它是用什么呢 这里有个钻石的薄绳 其实就是totium的一层钻石 因为钻石的后部最硬是石 钻石刀就是钻石刀 钻石刀去切割它 它会旋转 然后晶圆发去切电 开始切电 而在切的过程 因为它等于是用巨额 这种其实就等于是用巨额一样 钻钻钻钻 锯下去 在锯的过程中摩擦会生热 切的时候会产生热 所以一定要把冷却水 因为在切的过程中会发热 会热啦会烫啦会烫啦 因为烫了有什么缺点 要知道固体会热上冷缩了 你在切的过程越来越热 你那个晶体的形状可能是膨胀 你在切的时候热了 一冷却下来可能就凹凸凸了 有没有 你要维持让它维持 不要一直热当的做 维持固定的 这样才要切 如果你切出来的时候 一降落了 马上表面又开始 好好离异了 所以一边冷却一边切 然后这里巨刀再旋转 巨刀再旋转 像切肉一样的切 每一面切完之后 每一面切完之后 四边的脚胶是锐利的 因为你每一面切完之后 一切完 它的脚肉上一切到下一切到 边脚也是尖锐的 妈妈说桌子的边脚要摸平 不然下孩子撞到会流行 一样 边脚的地方 在物理上就是机械硬力最强大的地方 代表什么呢 你只要一施力 力量会从边脚的地方先释放 代表什么呢 四角如果是越锐利的角度 它越容易遭受到破坏 也就是说你一旦有力 施加在在晶圆表面 而你晶圆的四周有个很大角度的话 它很容易力量 很容易裂开 所以四角要摩圆 送去引起压 摩圈摩圈 就像家俊的四角要摩圆一样 所以呢 它会先加边圆给圆滑笔 给圆滑跳 晶圆的四角要把它摩圆 摩圆 避免晶圆在宽动的过程中 或在拉的过程中 不小心边脚撞到器材 或是撞到器材 突然就碎掉怎么办 因为这里的机械硬力比较大 不小心去碰它 搞不好 它就沿着它的结晶面裂掉 叫一下地球科学教导各位 晶体沿着铁里面 只要晶体一敲 给它随便装一个小洞 用力用力 马上就沿着铁里面 分开了 晶圆仪式 晶圆你只要给它 一个小小的破坏点 破坏 拿一根 针 压在那个破坏点的地方 一直要向下用力 啪 马上晶圆就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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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非常厉害 沿着结晶面厉害 所以四脚要做变化的工作 好 OK 那晶圆你看到 一个快撞的结晶一切完之后 切的表面就是被破坏的表面了 而且是刚切完 刚切完的表面是最粗糙的表面 就好像各位可以想到 如果各位拿一根木棒 木棒就好像金柱一样 拿一个什么的鞠刀 在那边 鞠完之后 请问 被你鞠出来了 但是表面是光滑的 表面就真的是光滑 对不对 就算你拿镰刀 鞠下去 表面也是光滑的 所以 这时候刚切完片片的晶片呢 这个晶圆会很深思粗糙的 要继续 抛光 什么叫抛光 就好像各位 我不知道 现在各位可能没有在上东西课 知道沙子吧 磨木头了 在这个木工之后 切完之后 你要到 切面磨 要拿沙子磨 把它磨饼 机缘也需要磨饼 这个磨饼的动作 就叫做抛光 P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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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Polish也是要 会有两个步骤 先出磨 再细磨 先出磨 再细磨 跟做公主 做木头 手工蜜 一样 先出磨 再细磨 好 那 只是说在细磨的过程中 我们一般讲的 杰拿沙子磨 这叫做 物理性的Polish 物理性破坏 就是物理性的 把它弄裂 那还有一种是 化学性的 晶圆这种 在细磨的时候 就要用化学性的 才能刮到出 比较干净的表面 因为你用物理性的去磨去 就是用撞击的力道 破坏加破坏 你用摩擦力去磨 就算破坏 平坏的表面 表面的间接 或者说最表面的细源 你一定排列的 乱七八糟 所以出磨完之后的细磨 一定是使用化学的方式 化学加物理的方式 来磨片表面 而且不要产生 磨断的断剑 或者是硬力剑 就是排列的不完整 这样子 那最常用的化学容易 就是 硝酸加氫酷酸 加粗酸 就是用硝酸氧化 用轻硝酸去石刻氧化物 然后 触酸也是可以氧化 这样子 所以 所以 这种磨的时候 这个磨法 有点像是什么 很像是那种 以前日本武士刀 在刺刀的时候 边磨还要边弄容易 有没有 只能弄死给他讲的 但是 今晚的时候 其实在磨的过程中 你会讲眼磨艺 而眼磨艺本身 又有化学石刻的效果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再用 极限硬力去磨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那么大力 因为我有容易 帮你溶解 叫做这样 你磨一颗很硬的时候 去磨它不好 可是我现在加了一些酸碱 那表面会被蝎 会被腐蚀之后 我去磨它就弄了 因为表面的材质 已经被石刻了 或说被软化了 有没有 它的见解比较弱 你再去磨它 就比较好 所以会有研磨艺 这种研磨叫做化学 机械研磨 传统的沙子动物理研磨 叫做机械研磨 mechanical polish 我现在像化学容易 辅助 辅助你磨它 我可以边石刻 边研磨 它会让你研磨的力量 可以少一点 而且磨出来了 因为表面更平正 越会有化学的反应 如果你是嗷嗷通通通的地方 通常嗷嗷通通通的地方 是最容易发生化学反应的地方 因为它间接 是最不间接人的 越断间越多的 越容易成功化就多了 因为前面讲过 新生工价电的是最稳定的间接 没有新生工价电的 或是有任何硬变键 只要是不完美间接的 它的化学的火星都会遇到强 所以有化学 有这些魔力的存在的情况下 越不平整的地方 越凹凹凸凹凸的地方 也就代表化学火星越长的地方 越容易被魔力给使得到 帮助平纹 产生根本 平滑的表面 所以晶圆切片之后 表面很粗糙 在边角合完之后 开始要出膜 然后呢 在丢化学时刻 出膜之后 化学时刻 然后在边化学时刻 边细膜 就可以活出很平坦的表面出来 前面讲过 以上这些东西 都不是晶圆单一行在做的 都是晶圆制造公司做出来 卖给晶圆厂 让晶圆厂去做 所以晶圆厂是加工晶圆的地方 不是制造晶圆的地方 我们一般 一般台队上都讲的晶圆厂 或晶圆代表厂 台阶连电晶 这些公司 它不是制造晶圆 它是家庭晶圆 做成晶圆的地方 所以它本身 不会去制造晶圆 不要误会 而以前 以前大部分晶圆只抛光一面 因为晶圆制造在晶圆里面 但是现在 基本上公司里面 晶圆的晶圆都是双面抛光 两面都会抛光 所以这句话我讲讲 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双面抛光 在工厂都是大部分双面抛光 它就直接滑掉 它会直接滑掉 所以在实验室 如果你用双面抛光 首先第一个它比较贵 因为你等下抛光也变了 第一个比较贵 第二个 只要抛光完了 它就很硬化 你放在桌上 只要你桌上很干净 也很硬化 继续就滑掉 到人上就碎掉了 所以另外一面呢 会通常不会抛光 让它增加点粗糙面 增加一些摩擦力 金额在放的时候 比较不会滑 好 讲完细晶圆的生产之后呢 那接着就来了 我们前面讲过 细晶圆做出来 我们半导体的元件制造 正制作在晶圆上面 但是 使用到底是有什么呢 晶圆最亮面 一麦一麦一麦很厚而已 可是我们这样拉筋制作出来 又切割完之后的 细晶圆表面 够完美吗 对现在的精神厂来讲 它怕在抛光的过程中 可能不完美 或者是你在拉筋的过程中 确保整个金柱里面 都是完美的排列吗 很难吗 因为刚刚讲过 它的颜值 力度非常高 要完美的排列很难 所以 基本上 现在 出产到 业界 制作晶圆电路的 新晶圆 微可 当抛光管 业界还是不完蛋 它还要怎样呢 我希望 你的晶圆表面 这个是完美无缺的 那怎么办呢 你不信任我拉筋出来 切完出来的表面 那我就知道 额外再产生一个新的表面 这新的表面呢 我们称之为 雷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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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我们已经切割完 抛光完的细晶圆 但是你还 你还认为 它表面的 完美度不够 那我知道 在这个细晶圆表面呢 再去雷晶细 也就在上面呢 再堆叠一层 细层 Second layer 而这个细的堆叠呢 要很完美 可以 可以 用化学气象神经 就可以雷晶了 这种 沉积一层浮墨 而这层浮墨 是完美的丹晶 这种浮墨的沉积 称之为 雷晶 所以雷晶是一个非常高档的数 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数 雷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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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晶是什么呢 你这里已经有一个细晶圆了 表面有很多的细圆子 雷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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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面有一个章节会提到 它是使用什么呢 它是使用外来的precursor 外来的前驱物 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就是你的细晶圆放到 颅管里面 颅管就是一个加热腔底 我们下一条会讲到加热制成 晶圆放进去之后呢 通细完这个气体 SiH4 SiH4 SiH4在经过一千度的加热的时候呢 清出还是清出 变成sink 这个sink就会 怎样呢 SiH4这个气体 跑进腔底之后 会跑到细晶圆表面 在细晶圆表面附着之后呢 一千度的高温 会让这个塞列 附着在细晶圆表面的塞列呢 H2会吸出 留下 是一个这个原子 而这个原子呢 就会开始在表面去 去跟底层细晶圆去产生间接 产生间接 这样 你可以使用塞列 也可以使用 呆通塞列 就是肉欲细碗 也可以使用 散力细碗 都可以 只是怎样呢 细清界的间接比较弱 细跟绿的间接比较强 应该知道吧 化学表 化学周期元素比较多 挑其中什么就好 不是三个都用 挑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他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的好处是这样 画面回报 白白今天 今天会使用雷晶细 就是因为 你细晶圆的表面 的完美度被信任 不被信任代表什么呢 你的细晶圆可能 如果完美的话 应该是要这样 排得到好 可是刚到的 排得不好 有一个排得太近了 有一个排得太远了 其他的又很完美 你可能有局部的地方 排得乱七八糟了 局部 局部不好 但是局部很好 那使用这种方法是什么呢 塞列进来了 吸附到表面 吸附到表面之后呢 再经过加热 他会吸出斯里肯 然后呢 变成气体的氢气 跑掉 而这个吸出的斯里肯 就在上面产生间接 就是下面的旋浮件产生间接 所以呢 这些 这些塞列 或是 耐口塞列 这些二绿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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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吸 产生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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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时候呢 完美的吸产生间接了 欸 他突然间听到 又有一个吸要过来了 他发现左边的间接 下面的间接 可是下面的间接 是比较歪的 通常比较歪的间接 他的间接力量比较弱 因为他不是 一在那里 合理金格的间接 所以呢 这个吸呢 他就有两个想法 今天我有来个吸了 你可以跟下面做朋友 或跟附近做朋友 你可以跟下面做朋友 你可以跟下面做朋友 你可以跟左边间接 这时候他就请下你跟 行的证的朋友间接 他看你歪歪的 就不想跟人间接 所以一个吸的一个是来了 一个是完美的间接 一个是有形变不完美的间接 所以他就跟 他就跟不完美的间接 行的间接 他就跟主边间接 然后再来 看到左边也是完美 下面也是完美的 有去去间接 有去去间接 所以呢 他就可以一直这样 累劲上来 累劲上来 或者说 就算中心 原本这里有四个 有四个是不好的 可是呢 他克服了其中两个 可能有一个克服不了 他也歪了 也有可能会歪 没有办法入完美 可是你在说第二层的时候 反正他就慢慢的一行向散 轮回进门 好几次轮回之后 最后就会变成 非常排列非常漂亮的间接就出来了 然后你再把它累积到一定够的厚度 我前面讲过嘛 整个电晶里原件 就是坐在表面 一麦克蜜的厚的地方 所以整个雷晶层 足够一麦克蜜的厚 不完美的地方 就会在下面 表面处 那上面就会拍得很漂亮 就变成一个好的雷晶层 所以现在 先进鸡里面路 只要是昂贵的晶片 高效能的晶片 买来的晶层 已经不再是只是 纯粹 垃圾 切片 抛工完的晶层 还会在上面再做累晶 所以呢 现在买来的 在业界使用 买来的晶层都是 累晶系晶层 是累晶系晶层 而我们学校问的 我不晓得 至少我们谁是用的 就是一般的切出来的事情 因为累晶就贵了 对不对 比较贵 比较贵 我们不要穷 或者说 就算你贵出来了 你原件要做到很小很小 这点误差就会比较很大 我做的原件如果很大 你微小的排扣号 对我的电测性影响也不大 就变成 追求极限的人 他就是需要追求极限的精源 追求普通的人 或者电测性影响不那么严重 就不需要使用到 这么高端的精源 好 好 就要告诉你 所以实际上 精源制造 除了拉筋、切片、风 之外呢 对于现在 记忆电路使用的 超高级精源 是需要额外累积一层细 来创造这一个完美 perfect的细的 一层膜摸出来 确保电梯在制造的时候 这个电梯所使用的颜材料 是完美的单精型 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太好了 你看我们的家人 哇 好